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 小的时候我就学会了一句话 择散固执 择散固执 就是这件事情如果它是一件不对的 那我们坚持跟着保持距离 不去朋友 后来慢慢的我们发现 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呀 年纪渐渐的大了 可是我有一些老朋友还在固执某些事情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现在中国抗战已经胜利了七十年了 但是呢 当年的这个敌人日本 现在跟我们的关系都很好 跟世界各地的关系都很好 哎 我的老朋友不去 我绝不去日本 绝不去 当年怎么样怎么样 如果人细数这些事情啊 一生中间有很多使你不愉快的事情 如果你坚持着这样 我请问你快乐吗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哎 它们不再像从前那样的侵略 哎 再看到它们自己在发展观光事业 再看看它们自己在那个环境卫生上 怎么样的保持着那么好的时候 我们不妨去参观啊 世界各地的人都去 很多人都去 我们大家都去的时候 你又为什么不去呢 我不是为了这一件事情 我是说 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啊 有些事情要想开一点 如果你一直都坚持 我怎么样 不可以 这样 不可以 不什么 不行 那个地方我不去 你恐怕是真的不快乐 人的一生啊 有许多事情啊 是自己好好的想想看 如果你就是这样子 坐下来 你不快乐 你给你周遭的人 给你的家人带来的 也或许是不快乐 所以我觉得 我们看情形 也许从前我们所固执的事情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重新再看看 再看看这家情形 哎 是不是从另一个角度再看 好像不一样 我们修正自己 不是说自己失去原则 是修正自己以后 再重新宏观一下 再看一看呢 有好多事情就是不一样 我们活得老 也要让我们快活到老 在很多的事情上 我们自己能够把自己的心打开了 那我相信 快乐自然是由然而生 上帝赐福你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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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